三十而已故学厉害了 童谣演活泉职太太谷佳 算童丽娅损失吗 由童谣江书尹 毛晓彤所出演电视剧《三十而已》正在热播 这部剧在开播之前就因得童丽娅的退出而引起了不小的热议 有意思的是 三十而已中童谣江书尹 毛晓彤还集体组队到二十部或剧组客串了一番 两部在播剧的所有女主角坐在一起聊八卦 这一场面可是相当罕见 一部好剧有噱头更要有好的内容 好的演员爱之称 三十而已在这方面可是相当的到位 尤其是演员童谣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剧中童谣饰演的顾佳 虽然是一位全职太太 但电视剧开播至今却给观众们创作了多个名场面 顾佳的顾学也由此由来 毫不夸张地说 顾佳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一个极其讨喜的角色 对于童谣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提升自我名气的好机会 说到童谣 很多人都不会陌生 他当年被人关注是因为张国立的儿子张墨家抱了他 理由是张墨怀疑童谣宇的老师黄定宇油然 多谢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